阿根 你買幾 但是我要用的 你為什麼行李箱有這個 我還帶人禮盒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倫 我現在人在伊蘭 這次跟瘋女人公司 一起來到了伊蘭 員工旅遊 那當然我就不能放過這一次機會 因為我上一次跟阿元金正姑他們 也有一起去露營 所以我就想說要來突擊包包 那這一次當然也要突擊一下他的包包 而且上一次其實我有偷偷跟他們講 但這一次我就不打算 不打算跟他們講 然後就是默默的走到他們房間說 誒 突擊包包 很精彩 我覺得應該精彩可惜 而且今天人數眾多 就比上次多非常多人 所以我很期待大家的包包裡面會有什麼 好 如果你有興趣就繼續看下去吧 知道今天的任務是什麼嗎 什麼 很臨時 就是我要突擊你們的包包 包包 包包全部給我拿出來 哇咧 真的真的 沒有在開玩笑的 好啦我們第一個 要來看了就是保證 我是第一個是不是 好那第一個 真的很沒什麼耶 欸不可能透整理 可是我包包很亂 好我來看一看喔 裡面 Oh my god 會放到內褲 明天是大地色穿搭的東西 對對對 睡褲 就是我高中的運動褲 好像有點 然後內褲 內褲可以分享一下嗎 內褲當然有什麼 因為我媽在菜市場買的那種 好好好 很無聊耶 這是什麼 明信片 我很久沒有整理包包 所以你通常出去一個後背包而已 對我不會帶很多東西 那有沒有必帶的什麼 我覺得必帶的東西絕對就是 AirPods算嗎 一定要聽音樂啊 好難喔 讓我們下面一位 好 瑩瑩 好瑩瑩先 我先我先 我出門呢就帶行李箱 我們今天才兩天一夜 她竟然給我帶行李箱耶 對但是我覺得這樣比較方便 而且下雨的話 欸我不用怕濕掉 好首先呢 這邊就分兩邊 這邊就是衣服水 這個是一個備用的包包 對對對 也許會用到 也許會用到小包 化妝品 所以平常就這麼大一包 對對對 全配就是什麼都有 什麼都有 它連定妝噴霧是什麼 耶很專業定妝噴霧 然後這個就是包養品 喔小包裝的 它真的很有條理耶 這些都是平常那個 中年試用包 試用包 大家試用包小樣拿起來 就可以放起來 還有在筆電 對筆電很認真 就是也許有什麼狀況 然後這邊就是衣服嗎 對衣服 沒有什麼有趣的東西 這裡面 我怕打開還是內衣 好幫你偷看一下 我打開還是內衣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好 喔沒有了 沒有沒有 就是一般衣服 好那有沒有介紹一下 就是你出門旅遊必帶的東西 棉花棒 你說剛剛這個這個嗎 因為我會帶超多棉花 超問號 我剛剛一打開想 怎麼會那麼多棉花棒 對超好多 你不一定住飯店的話 對 對應該 對好像基本上都沒有 或者是就是一根或兩根 但是我平常洗完澡 我就要用 用掉一兩根 然後化妝的時候 我又要用 所以我就在補購的時候 我一定會帶超多 我個人的避戴 好我們來換下一位 Betty 你看 不然其實你想是不是 就要帶這麼大一包 而且非常的醜 而且你只能背著啊 我真的用拉的 我也是習慣背著耶 可是你不覺得 他這背著太大 然後他整個都往下垂 會會會 我覺得有點不好看 但是你兩天一夜這裡 也是蠻多東西的耶 對因為我猜錯天氣 我今天會很冷 還帶著長袖啊 背心 還有一件外套在裡面 這是什麼 燈心絨 燈心絨 天氣不對耶 昨天帶的帽子 雨傘也蠻必備的 宜蘭必備 小相機 還有這個就是 昨天穿的內衣褲 他都戴一些 這是棉袄耶 真的 夾在裡面的 這個是補帶的 我跟你說我今天原本要穿 就是 薄的長袖 配這一件 太熱 還好昨天穿短袖 然後這邊就是一些 是一些 為什麼要帶一些小房 因為我原本想說 你也帶太多了 不是 這什麼啊 等一下 我跟你講這是用心難褲 因為我們想說 第三個遊戲要蒙眼 沒有眼罩啊 我就戴這個給大家蒙眼啊 我以為是你要拿來Costplay用的 誰要Costplay啊 化妝包加保養品包 你的化妝包加保養品包 然後是放在一起 因為我發現 剛好可以不用一包 這個大爆開 好大喔 然後還一定要戴這個鏡子 這個鏡子也是特別 你的必備東西是鏡子是不是 對 因為有時候 就是你知道 鏡子房間鏡子不夠多 就需要一面鏡子 對 自己用 要化妝什麼的 沒錯 跟大家介紹 這一定是我必戴的 小鏡子 小鏡子 我都戴在隨身的包包裡面 它立人立即 因為我通常會戒個十次左右 所以你都會戴兩個鏡子 一大一小 如果出去住 一定會戴哪一個 但我通常一定戴這一個 平常出門一定要有這個 好的 突擊時間 幹什麼 來 打開你的包包 隨身包包可以嗎 不行 我內褲很赤裸的包 沒關係 我們是要看這個 給我打開 看你那是什麼 保養品 保養品跟化妝品 有沒有什麼必推的 很推的 保養品呢 我出門都是喜歡戴這種小小的 喔 小樣 這裡大袋就是化妝包的部分 果然是專業化妝 不好意思有藕包啦 太多了吧 對 這應該是介紹不完吧 介紹不完啦 那有沒有裡面最厲害 就你覺得適合大家 誰都可以 這個啦 三色修容 最近也很紅的品牌 你有看過嗎 我知道 小吃的 對 然後它有很多 像口紅什麼也都很好 對 它唇又超有的 對對對 就是一些刷具啊 隱形眼鏡 好好好 還有呢 都很明生用 你再不自己拿出來 我就要用翻的囉 就是衣服啊 超壞 外套好嗎 明天要爬啊 實在會冷 哇塞 保養品的很好穿 我來偷看一眼 不行啦 就這樣 就這樣 那是什麼 衛生紙 對 然後 所以還翻別人包包 就是 就是內衣褲 內衣褲 好好好 放過我吧 那如果你去旅行的時候呢 有沒有什麼 推薦大家避戴 或是你自己習慣 避戴的一個東西 有嗎 避戴的 人工類衣 因為我有肝眼狀 所以就是會有一些人工類衣 好 然後會有一個小香水 我也是避戴小香耶 對 就是然後唇膏 隨身的部分 然後因為我戴牙套 所以會有這個 牙籤刷 然後漱口水 一口的漱口水 對啊 這很方便 好方便喔 出門很適合 這個蠻可以推薦給大家的 因為其實我也是在家裡 有習慣用漱口水 那我出去就是帶那種小瓶的 可是有這個更方便 一次用一包 超方便 然後藥盒 開箱完畢 非常無聊 好的 我又抓到一個 今天就是 應該是帶最多東西的人 而且超不重 Irene 裡面有什麼 立刻來開箱 筆電 我是認真的K尾羅 認真又上鏡 然後外套 還戴梳子 因為我有自然捲 所以我起來一定要吹頭髮 這是硬碟 眼鏡 然後我習慣把衣服分類 這就是睡衣 它有分類衣服欸 睡衣 然後這是外出衣 好認真喔 這個超好用 它是那個 可以掛起來的對不對 它就是可以掛起來的這種 對 應該很多人都有 而且女生很多保養品什麼 就可以丟進去 然後其實可以掛在浴室裡面 還有就是充電器 欸你都分門別類耶 要不然就包包會很亂 化妝品之類的 這一袋就是化妝品保養品 可是我就很醜 對 下一個 這個是鞋子 然後這是隨身包 這是隨身包 go pro go pro go pro是紅色的 這是拍照用的相機 然後是錄影 外出化妝包 這個很好用 乾洗髮 就妹妹頭的一定要的乾洗髮 我也很常頭皮出油 對 然後還有就是髮菌也是 妹妹頭一定要用的 晚上必備 對 我還有戴眼罩 對 眼罩是你出門會戴的 對 要不然睡不著會認寵 我會推薦灌洗包 因為它就很方便 就是可以掛著自己洗髮 而且我就是用完的時候 就把它放在家裡就放著 結果下次我不用重新整理 我直接這袋拿出來 因為我覺得女生整理這袋要整理 花很多時間 我現在要來突擊一下 巨蛋布林的包包 先跟大家說 這是我搜索最新買的包包 超可愛的 日本的對不對 日本的 一萬三是嗎 日幣 日幣 我個人 其實行李包的東西不多 一個就是盥洗袋 母音良品的盥洗袋 這也是這樣可以掛起來 對不對 沒錯 裡面還有這個 你好厲害喔 你懂這個 那個下次要業配的 不是 這不是影片的業配 是我們要哪裡試用 我想說這個蠻好用的 你怎麼就是 蠻可以 對對對 太大推薦的這樣 然後這是飯店的 對 因為這是那個 台南友愛街他們出的牙刷 我買的 喔 對很可愛 然後就想說平常旅遊的時候 都可以拿 不用浪費 行動電源包 現代人都需要的嗎 你的每個包包都好可愛 真的 你假的插畫家的包包 對啊 行動電源 跟充電線這樣 這個是那個保護套啦 只是假裝復古 只是假裝 我剛剛想說他要來連什麼電視啊 連什麼電腦 沒有啦 結果只是一個保護套耶 對 超假的 這就是一個造型 造型 然後再來就是衣服啦 喔衣服 東西很少超級少 很少啊 因為畢竟我們也只有一天份量的行李 也是 然後隨身包的話就是這個 也很可愛 也是非常的colorful 超級無敵可愛 沒錯 就是Nike的 大家應該差不多吧 錢包 獅子機 就是現在就隨身攜帶口罩 幫助自己耶 幫助別人 對它是口罩套這樣 蠻可愛的蠻可愛的 對 好那如果你來旅行 你最推薦 或是你個人必帶 一定會帶的東西有什麼 手帕跟獅子巾 我個人一定會帶 為什麼 手帕是擦汗 對就是怕熱 或者是因為你在外面 畢竟戶外形成比較多嘛 對 然後我們這種又會流汗 對 而且還可以跟另外一半就是一起擦 等一下 這不行吧 喔 它可能擦得太濕了 就跟我的介紹 OKOKOK 然後像那個獅子巾 或者是濕衛生紙 就是可以跟大家share 對 因為通常帶的人不多 我就是附著帶的人 對對 獅子巾其實很好用 很好用 上廁所也可以用 對 因為濕擦比較乾淨 對 你懂 你懂 好的 我們現在來突擊阿蓋的包包 我帶了 這是裝髒衣服的 我的浮夸的外套 你要不要試試看 我以為 我以為它是那個耶 睡衣耶 欸 喂 沒有 一些人就喜歡浮夸的睡衣啊 欸 好誇張喔 這真的 你真的會穿到街上嗎 我真的會穿 還有嗎 還有什麼 還有一些保養品其實 欸 這裡 阿蓋 你買 但是我要用的 你為什麼行李箱有這個 我還帶了禮盒保險套 要套這個 OK 露雷絲佳琪的瓜 是什麼 旅行涼拌 好不好 真的 開山神器 想知道怎麼用 怎麼用可以去收聽我的Podcast 叫瑰莉乾乾叫 沒問題 誰會教這個啊 隨身包真的很普通耶 怎麼大家都普通啊 就是都是一些那個啊 如果三天兩夜可能就會帶比較有趣耶 好不好 最大的爆點就是保險套啦 好吧好吧 你覺得你是真的有帶 沒有 最大的爆點是櫛瓜 哈哈哈 好 那你有推薦嗎 就是如果你去旅行 推薦必帶 或是你個人就是 我覺得 櫛瓜的保存期限長比較短 那如果大家就是想要比較耐放的 我覺得大家可以考慮用扭棒 如果你不怕那個 太粗糙的話 你勝利 對 好 這是我跟我老公的行李箱 欸 超重 欸 你們兩個人都放在同一個地方 因為我們兩個是分不開的 OK 在影片裡面還有放閃 對 因為阿倫還擔心嘛 嗯 希望大家就是想到阿倫他可以在你家留言 哈哈哈哈 我可以想先介紹一下我的行李箱 這不是業配喔 你看他可以這樣子 好好好 喔 可以放筆電 就是沒有 他可以直接拿第一格的所有東西 喔 對 那我這次有帶了一個東西呢 是 接下來要團購這個 正經銀頭 但我會11月雙11之後才開始團購 所以有喜歡正經銀頭的人 等一下記得follow我的頻道 你是知道今天有突襲包包這一趟是不是 等一下 對啊 沒有 我本來就要拍素材 我沒有講 本來就是想說要拍素材啦 那這個真的好用嗎 這個真的真的好用 我剛剛說你畫好用的東西 我絕對不會團購好不好 毛巾 等一下那發問 這如果你不是要拍東西的話 那你還會帶嗎 平常去旅行的時候 會 因為我跟你講 衣服如果很重 對 你會注重重 就沒質感 就是看起來就是一個沒有質感的 就沒有整理 就是一個40分的主婦 可是如果你帶了這個東西 燙完那個衣服 告訴你老公有面子 你有面子 你就會變成一個105分的主婦 OK OK 有掛燙金加65分 你壓隔壁不燙衣服的太太 OK 然後這個是髒衣袋 這就是買衣服的時候送的 對 下次大家可以記得 明天要爬山要帶運動毛巾 那你們是誰負責整理行李啊 當然就是老公 所以他就每個東西拿兩份這樣 所以我可能在靠五官 我就是100分的太太 OK 然後再來是老公的體香膏 跟老公的這個膨膨粉 我剛以為是另外一個東西 沒有啦 那是老公的膨膨粉 這我要梳頭髮的 對 好像可以打開我的行李箱 其實還好 電腦為什麼 因為明天有一個業配要交 因為廠商今天才會回稿 所以我們今天晚上要修影片 再來是衣服類 這也是兩人份的禮服嗎 兩人份啊 那這邊呢 這邊就是剛剛可以開的那個 就可以直接 它就是這一層 就是這一層 它是我的房 這樣子 這很方便耶 這個設計 這很方便啊 欸你也有這個 這every one都有 我告訴你我自己買 不應良品 這個就是出差過夜 必帶的東西 就是直接把它整理好 那我跟你說 對我就是領了就走 像例如就是有這種指甲剪 它很厲害 它連這都有耶 然後牙線 牙線 你真的是 我是105分的主婦啊 刮鬍刀 還是那些是老公準備的 都我自己準備的 對 因為畢竟就是需要刮鬍子 對對對 我覺得這個很厲害 各種旅行組 就大概是這樣 我就是一個比較簡單的人 好 像他剛才會戴姐 好 好 那如果出去玩 有沒有推薦大家一定會 要戴的東西 或是你自己 只能戴一樣 對 就這個包 只能戴一個我就戴這個包 這有安全感 聰明吧 可以保養 沒有衣服穿也要保養 對 沒有衣服就去當地的那個NAT買 或是當地的那個UNIQLO買 好 好 謝謝泰拉 謝謝 好的 現在要突擊阿倫本人的包包 而且我跟你們說 我上一集忘記突擊到我自己的 然後 上一集是哪一集 你們去露營的時候 然後下面就很多人說 欸你忘記看到你自己的包 我真的完全忘記 好 我來開 這你就帶一個 因為畢竟兩天一夜 你帶一個這個後背包 跟一個就是隨身的小包 然後小包 首先衣服呢 因為呢我們明天有團服對不對 對 就是要穿這個 對 應該沒戴錯吧 你剛面露有點不甘願的那個感覺 沒有 因為我覺得如果大家穿這個 就太普通了 所以呢 我就有內搭 我有準備一個內搭 多整治 對 心機有很重嗎 不行 不行 大家有一些變化比較好看 衛生紙啊 我已經會帶一大包衛生紙 為什麼 你很常在外面想要跑廁所是不是 沒有 就是我會過敏 牙刷 我有帶牙刷 化妝品都在裡面 化妝品的部分 對 然後我最近的新歡是 IPSA IPSA IPSA在哪裡 OK很自然的融入業配 IPSA 招手招手 我在這 然後這個我覺得很好用 就是你們 不是定型嗎 對定型液 所以我腳達就是稍微上面薄噴 就這樣遠遠的喔 不要不能太近喔 然後噴完之後這樣 就好了 就好了 就是可以用出你這個完美髮型 就是會比較有膨度啦 了解 對 我也會帶一個小箱出門 然後包包 很好看 新買的有沒有很好看 新買的啊 然後磁扣在這 可是它裡面的容量 其實沒有辦法很多 就是一個錢包 手機鑰匙 鑰匙 然後 衛生紙一樣 你看衛生紙 我會帶40斤 我們來看皮夾 好 我們看一下阿倫以前長什麼樣子 對我們來看 這可以可以可以 因為大家應該知道 他有去韓國兩年的時間嗎 不知道有沒有東西在手上 不知道有沒有在那裡 對啊 那可以等一下 阿倫以前竟然長這樣 金 金 真的差蠻多的耶 你去韓國幹嘛 我可以看給大家看 但我不怕 這是什麼時候啊 國高中 所以大家努力真的是可以的 好不好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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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我們現在來突襲 Apple的包包 耶 本人超不開心 我的包在哪 還有行李箱 我包在這 可以啊 真的假的 沒有什麼秘密嗎 沒有啊就是一些無聊的東西 裡面這是粉餅 粉餅 補妝用的嗎 我跟你講這粉餅非常好用 像我這邊長了一顆大痘痘 就是靠這個遮起來的 這個遮完 你如果長痘痘的話 你就這樣遮起來就會消失 你在這裡有一顆痘痘 你等一下就稍微遮一下就會消失 然後錢包 錢包 對很無聊啦 等一下這是什麼 髮圈啊 這個呢 防蚊液 那這個呢 綿條 衛生綿條 不好意思 對不起 心理商就是我帶了兩個包包 因為我想說晚上可以直播一下 因為我現在在賣包包 好會利用時間 想說等一下給Irene一些杯子 然後這邊那個呢 化妝包 對 有沒有推薦的 化妝包也蠻亂的 超髒 等一下 等一下 不是 快點拍 突擊到了 快點 等一下我早上的海綿 但因為我太趕 我來不及就是裝 我就用個衛生紙先把它包起來 就是我的化妝那個蛋 這樣是合理的嗎 我就找不到 我真的早上很趕 你可以找那個鳥籠嗎 我找不到啊 我就把它直接丟 用個衛生紙包起來 我差點忘了把它拿出來通風 好吧 這個呢 這個是那個 那個妝錢 那你有沒有最推薦一個 當然就是 那個啊 沒帶 你忘記帶了 他忘記帶啊 最常用的東西 粉底液 你沒帶到粉底液 那明天怎麼化妝 對啊 真的假的啦 等一下 你沒有帶到粉底液 你帶了一個海綿 但是沒有帶到粉底液 我真的沒帶耶 但是我跟你講 最推薦 我本來要推藍蔻的粉底液 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這個MECA Forever的 也是遮瑕包 遮瑕 你好多遮瑕的東西 因為我月經來 所以我就很容易長痘痘 那這邊裡面就是衣服 對衣服啊 所以你平常出門都會帶這些 我一定要帶離子家 弄頭髮的 好那這裡面有精彩的東西嗎 就衣服嗎 偷看一下 蛤 蛤不行耶 欸 這是什麼酒 等一下 這是酒嗎 不是不是啦 這是果汁 這是汽水果汁 柚子氣泡水很好喝 很好喝 他以為是酒咧 對好可惜喔 他不是酒耶 我剛剛想說等一下可以去暢眼 我有帶保養品包啦 等一下保養品 為什麼要帶那麼多東西 這個就是 因為我通常不會收 就是我之前也是很常要去韓國 就把說小樣丟進去 對 然後我就會 只要有小樣我就丟進去 所以裡面就是非常的雜七雜八 超軟 就是各樣都有 OKOK 這個我就是 我這一個包 跟這個形象就是 永遠就是在一起 喔 就也不會怕忘記 然後化妝包就忘記粉底液 對 因為我早上化妝 好 結束 可以了吧 可以可以 還不錯 謝謝倫根 有那個很髒的海綿蛋 提醒大家一下 誰 很髒的海綿蛋 好 謝謝Apple 耶 好的 圖喜歡大家的包包啦 這次的包包我覺得也是蠻精彩的 而且大家都有介紹一下 他們自己習慣帶的一些東西 一些好物 下次大家去旅行的時候 你可以參考一下 他們的戴法 或是他們的裝法之類的 好啦 那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喜歡 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也要順便追我IG喔 謝謝大家 掰掰